恭喜柱女座的朋友 伴隨著在射手座的新月 整個農曆11月對你們來說會怎樣呢 其實要說聲恭喜 因為其實是一個修補過去一些關係破裂的絕好時機 我最近有個朋友經常去看我的新聞 他發覺了我的口頭線 原來就是這兩個字 所以我現在是很自信 不要說這兩個字 好 為什麼是修補傷痕的好時機呢 我說為什麼呢 這個是塔羅提我的 但是我再看看聲像 都真的完全有解 但是我首先想和你們說話 就算不是修補一些破裂的關係 即是說到破裂其實很嚴重 好像說到你們以前的吵架絕交 但是未必一定這麼嚴重 但是起碼都一定有一個mistrust 有一個不信任在這裡 所以無論是過去已經有和一些人的關係 開始出現了一些離心 無論是朋友 是你的伴侶 是你的兄弟姊妹都可以的 是任何人都可以的 你趁這個農曆十一月可以修補 就算即使或者 如果這件事是發生在農曆十一月之內的 但是我們非常之有望 在這個農曆十一月之內 是可以慢慢地去重建信任 是的 那當然 就是本身這個人是要值得信的 那難道現在不是說要去信政府 或者去信黑警那些 這些人是不信得過的 是完全不信得過的 對不對 相信一些你覺得他本身都是 就是起碼有一點值得信任的人 OK 好了 那我就想說 OK 那由星象其實是怎樣提出的呢 那首先 剛好是過了水星逆行 是不是 大家都非常清楚這一回事 然後現在 雖然水星叫就叫信行 但是他始終 都是叫一個 是一個 我們叫 post shadow period 就是一個後陰影期 所以其實不多不少 他都還有少少的余波未了 還有少少的影響力 是的 那就是說 其實呢 讓你去重溫一些過去的關係 所以就真的 說得明 如果一些過去的關係是不好的話 是的 未必一定是去到炒大鑊的 但是Alice 如果大家是有一些不信任的基礎 其實是可以趁現在去修補 那還有很重要一個很漂亮的能量 就是說 原來水星就是你的主星 他現在是三分在雙魚座的那個海黃星 哇 還有雙魚座就是你的七公 基於這個對公理論 其實整個能量對處女座的朋友們 是非常非常之漂亮的 是的 所以真的是 任何人 再說一次 是真的由你的伴侶 由你的家人 到你的朋友 到你的兄弟姊妹 還有甚至你的鄰居 是的 或者你的同學仔 是的 什麼人都好 總之是人的話 如果你還是很珍惜他 你還是很珍惜他的話 是的 你儘管跟他搞好一些關係 就趁今國農曆十一月 最後是有一個大大大吉日 尤其是趁這個日子去找他們 就真是萬無一失了 那是什麼時候呢 原來是十二月十號 是的 如果抱身體沒有空 那你頂空是可以多少呢 就很神奇的 加一減二 就不是加二減二 是加一減二 就是他之後的一天 和之前的兩天都可以的 對